这几天大家热烈讨论安倍进餐走了 我的心得很简单 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卸任元首的命 会比自己治下人民的命还要重要 这几天大家热烈讨论安倍进餐走了 我的心得很简单 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卸任元首的命 会比自己治下人民的命还要重要 台湾因为疫情今年就走了快要7000人 不哀悼不伤心不难过 走了个日本前元首就哭天呛地降伴起 抱歉我只觉得恶心 各种有新闻报道评论分析都很正常 但在台湾或者在大陆 如果有人伤心难过 我不以为然 当然言论自由 有人会高兴有人会难过 但是拜托你难过 不要拉着我跟你一起难过 更不要代表我难过 尤其台湾每天都还因为疫情走了那么多人 拜登的狗死了 日本的前元首死了 蔡英文就伤心难过遗憾 那台湾走了那么多人 蔡英文明见到怎么说 哎呦当成疫情的挑战 那你怎么不说安倍走了是日本的挑战呢 在这里呢我们都不去谈什么 日本对台湾侵略屠杀的历史 安倍晋三不承认为安妇 安倍晋三不承认日本二战的罪过 他参拜靖国神社 他在钓鱼台的立场 如何如何 这边呢我们都不细谈 我们纯粹就是说 哪怕安倍晋三是你亲爹 你都没权利要我跟你一起哭 当然我们不会因为说 安倍晋三走了 就兴高采烈了放鞭炮 没有没这么夸张 但毕竟对我来说 他就是个陌生人 是GENGER 我跟你不熟嘛 那如果还要再加上 政治立场历史恩怨的话 那他就是敌人了 像今天新闻报道 美国大黄蜂的战机 坠落了遇到了风暴 美国的军人走了 那我当然就不需要哀悼了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敌人 他就是敌人 军方的敌人 所以人家走了 少了一些的军人 理论上对台湾的军人 对大陆的军人来说 那就是少了一个敌人 所以这些事情要分得非常清楚 dankbar 他就是不摆入 因为这个军人 这是完全没有 对大陆的军人 所以可以看见 impが? 我们的军人 应该要不要不疑 因为他们在国底的军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